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阿俊给您带来的江沟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学习基于静态页面,创建动态模板以及模板的渲染 首先我们是创建我们的静态页面,进行简单的产品和UI的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在拿到一个网站要决定做它以后呢 我们得先出一个原型,原型就是说和用户交互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在浏览器里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步骤呢,大概在公司里面我们一般都是交给那个产品设计去做的 也就是说产品部门他们提出他们的那个产品的要求,原型的要求 该有几个导航条,该有几个比如说首页,该有几个模块,该展示哪些东西 什么东西的,这是由产品部门他们去决定的 至于每一个模块当中要用红色绿色,还是要用哪种JS效果来进行交互这些什么的呢 这个大多数是由我们的UI设计,还有我们的设计师他们去完成的那个东西 所以呢,这一步RG并不是很擅长 所以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在上一节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页面呢,非常的丑陋 但是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网站项目它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呢,我们假装啊,假装我们从产品部门啊,或者说设计部门拿到了一个产品的原型 这个什么模板啊,这个文件夹底下的东西,其实呢是RG从网站上面去下的一个下的一个模板啊 就是它有好多页面的HTML,纯净态的,里面全是HTML啊,然后还有它有用的什么JS啊,一些GQuery交互式的滑块的插件啊 还有它一些这个网站模板本身要运用到的一些图片,以及它的样式表啊 然后我们先用那个浏览器看一下它的整体效果,大家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前端模板 也就是说我们从产品部门,他们那个地方拿到的呢,是一个纯净态的这样的一个商城的首页啊,对吧 我们要把它怎么和Jungo给联系起来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础教程的一些内容了 但是RG在这个地方呢,也给大家再简单的提一下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文件,打包的文件以后,这个我们假,是设计师给我们的啊 设计师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圆码吧 我们随便看一个首页的圆码 我们看到了,里面全是 CSS,还有全是HTML,还有它包括它引用的GS什么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也有什么meta,有name,还有meta keyword,还有这个title,对吧 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的那个模板当中是不是也讲的有title呢? 这个title怎么对应起来呢?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讲的一个内容 我们拿到这个静态模板以后 就要创建我们的动态模板 我们怎么来创建我们的动态模板呢?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我们的Jungle的标签 来替换我们HTML当中的内容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静态的模板 给放到我们的项目里面去 这个地方呢 RG目前还没有用那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模板 因为那个替换的工作量呢有点大 所以我们前期开发的核心呢 还是以完成功能为主 所以现在这个页面呢就做的非常的丑陋 大家先忍耐一下 主要的是把我们的那个template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在刚才的那个模板 静态模板里面看到的HTML 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放在我们的这个template目录下面去 然后我们看到的CSS 还有Image以及GS呢 我们要放在这个Static里面来 这个Jungle里面有一个叫做Static 我们在配置的时候 有配置StaticRootStaticURL 这个Static呢就是我们项目所要运用到的静态文件 然后它还有一个叫做MediaURL 它也是一些静态文件 比如说图片什么之类的呢 它这个主要是用来存放用户上传的那些东西 包括图片啊 音频视频文件等等 这个两者区别开 好了我们把CSS Image 还有GS全都放在这个Static里面去 然后把我们的HTML 我们先不管它 就把它全部丢在这个template这个目录下面来 就在这个目录下面来了以后 但是RG这个地方形成了有个HTML 还有那个Index Product 还有Category 这些详细的页面 它们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呢就先去看到这个 这个模板里面去 我们设计师给我们的所有的HTML 然后把它打开 寻找到里面的所有公共的部分 所有公共的部分哪一些呢 比如说我们整个项目都会运用到的 还有还有还有这个什么Meta标签对吧 每个页面都应该有的 还有我们整个项目都会运用到的CSS 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全部提炼出来 而且是按照我们这个HTML文档的结构 有head 然后下面有body 然后在下面有什么footer之类的 HTML5里面是有定义footer的 我们把这些公共的东西提炼出来 我们先看这个base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好看的base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HTMLhead 然后我们把所有公共的部分 假如说这里有一个什么stylesheet 这个样式表 这个是公共的要用的 然后提炼出来放在这里 还有它的keywords 这些放在里面 然后整个body 这个base里面的body里面 其实就有一个blockbody endblock 就是相当于是放了一个body这个块 它里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不同的页面里面 他们的body的内容 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要替换的那些块 全都用block这种形式给它写出来 这个地方的名字 你可以自己命名 你可以不写body 你可以写一个其他的名字 但是我们这样写的是为了一个方便记忆 让它和HTML对应起来 然后这里的一样的block title endblock title 然后这个title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页面都会要有title 对吧 都会要有一个标题 然后这个标题它的值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写的是如果有page title 然后那么它就是page title 然后就end 然后就跟跟着一个小横线 然后就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然后在后面再跟着一个这个站点的名称 我们从我们的这个里面来看一下啊 大家来看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title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当前页面的名称 然后再跟着一个小横线 再跟着一个我们的网站名称啊 我们看到代码里面 代码里面其实是这样的 有一个先打开views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page title 这里写了一个产品分类目录 然后小白购对吧 我们发现它后面的其实是跟了一个小白购的 我们就把这个给取消掉 好删除掉了以后 它渲染的是哪一个模板 我们从url里面可以看到 它渲染的是categoryhtml这个模板 然后我们看到category这个模板 它又是怎么来写的呢 这个模板里面首先是extend catalog 对吧 这个catalog里面呢 又是又是给那个catalog这个应用 它们所公共的部分给它提取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板 好首先呢 这个这个模板里面就是extend base.html 也就是说首先继承 我们所有项目里面都会用到的那个base.html 然后呢是这个body 然后也就是说base.html里面的body block里面 我们要给它填充上什么呢 填充上这底下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没有再去写body标签了 而是直接就用了一个body这个块 来把这些div给它包裹起来 然后这些东西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catalog应用当中 所公有的部分 要有一个什么点到主页 所有产品相关的都要有一个购物车的夹子 购物车的链接 还要有一个导航条 要有一个搜索框 然后还要有一个分类的列表 这个分类的列表呢 也是把它单独提取出来了一个非常 放在这个tags里面的 非常很少的东西啊 很少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把这个很少的东西都提念出来呢 因为我们在好多页面里面 也许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分类列表 是不是我们像打开京东 在它的几乎每一个页面都会有这个分类列表啊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公共的这个提取出来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以后呢 然后 就直接这里把它include进来 这个include和extend是有区别的啊 大家去自己查阅江沟的官方文档 这也是基础课程里面的内容 就不再进行一个赘述了 然后 在这底下 就有一个body block content 然后endblock 也就是说我们在 这个div里面 我们在页面划分里面 就有一个放正式内容的东西啊 这个正式内容呢 这也是空的 这也是空的 然后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个catalog 是继承的这个页面的 对吧 我们看它在 block content里面 在这里面 就放的是 真正的 产品的 信息 对吧 这个产品的信息 也是有html标签 然后 这个 两个花括号里面包裹的呢 就是它可以渲染的 这个 我们从view 这个视图里面 从视图函数里面 传递过来的 传递过来的变量 像这里的c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 好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c.description c是什么 c是从哪来的呢 c就是从这里的 这里来的 这个c就是这个c 然后他的description是什么 这个c是什么 我们在之前的models里面定义了 我们刚才的那个c就是获取 当前那个名称的那个 那个分类 对吧 那一个分类 然后那个分类的description 就是它的描述 所以我们想要取到这个什么 c.name都可以取出来 c.slug c.meta keywords 什么的 都可以在页面上给它取出来了 对吧 然后forp in products 然后这个products 又是从哪来的呢 同样的 还是从这个views里面来的 这个products 也就是这个分类下面的products 所有的products就存放在这里面的 然后一个for循环 然后一个for循环 我们在在这里 然后一个for循环 就把这个全部给展示出来了 我们在前端的这个设计上面啊 我们来看看这种这个静态模板里面 比如说当前这里的一个best seller 也就是最佳销售的几个东西里面哈 假如说我们今后有了这个一个分类 叫做最佳销售的几个东西 我们的前端设计师 但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些代码呢 他写了四个对不对 他肯定是有肯定是有一个相同的div啊 层级相同的四个div把它给显示出来的 我们来找找一下看看啊 看一下有没有best seller best best seller啊我们找到了 找到了best seller以后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div啊 他就是存放的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四个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对吧 就刚好对应着我们页面上的 这四个 这四个产品 这四个div里面我们发现它的内容 几乎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做成动态模板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简化大量的代码 然后我们只需要留下这样的一个div 然后把这里的src这个image把它换成什么呢 把它换成我们这里类似的什么叫做 这个videourl 然后当前这个产品的image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标题也给它换成p.name 然后这个价格换成比如说p.price 等等 这样替换完了以后 这前面有一个货循环 包裹着这个div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所有最佳销售的这个类别下面的产品 全都给它显示出来 假如说我们的这个最佳产品的销售里面 它一共有有十个 但是我们的首页只想显示四个 怎么办呢 这个你就不去管了 这个你前端前端的这个 页面上去控制用样式表去控制它 它只能显示四个 那它就只会显示四个 你给它传给 你给它传给十个也没什么大不了 或者说你就给它做成一个下面这种动态的 可以滚动的把这十个全都可以滚动的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前端工程师的事情 也是你可以去尝试做的一些事情了 好了 其实呢 我们拿到了设计师给我们的这个静态模板文件以后 其实就是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步骤 我们要去从静态模板里面去不断的提取公共的东西 把最公共的把它放在一个放在一个HTML模板里面 然后把次公共的或者说每一个大类的或者说每一个APP的它的公共的 又给它放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在每一个APP里面那个页面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 然后去逐层级的extend那个东西 最后呢 还要给大家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在开发调试过程当中 要这个图片可以显示出来 要能够访问这些CSS 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配置 是首先呢 是打开我们的setting 打开setting 我们会看到我们这里配配置的那个static dir 还有这个那个media root 以及media url 他们的作用呢我就不再赘述了 配置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后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要在 也就是说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个 图片吧 比如说这个图片 我们看到了我们访我们说了jango当中 他要访问某一个url 他都是通过我们的url的配置 来去访问的对吧 我们在url当中 看看我们的url配置当中 有按照这种模式 有media开头的这种模式 然后紧跟着products 然后跟着一个图片名称的这样的url的配置吗 我们是不能够直接发现这个配置的 大家来看一看 这是没有的 这个大家说这里加了static url 然后这个东西 对的 这个东西就是用来帮助我们可以去访问的这个路径 实际上这个static这个函数 实际上这一个函数呢 他就会去把我们settings里面配置的mediaurl和我们的mediaroot 进行他的一个配置 他的试图在哪个地方处理的 他的试图在jango 这个static里面 他有一个函数去专门处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方便的 用static这个函数把它包裹起来 然后他就会自动去生成一个url 然后把它加在这个url partner里面去 但是有的同学会思考了 会思考就说我们的这里 这里也有css对吧 这个页面也有css 我们来查看一下原代码 我们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我们会发现也有css 对不对 他也有static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url里面配置 没有配置static css这样的路径 他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也没有加上一个static settings.staticurl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访问呢 这个是留给大家的一个思考题 然后 这样子我们可以访问静态资源以后呢 就可以来进行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 模板的 动态模板的一个构造了 我们从静态构造成动态的模板 做好了以后 还有一个地方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站点设置 设置了一个site name 以及meta keyword 以及meta description 这一些东西呢 是我从某猫上面那个copy下面的 某猫上面copy下来的 然后稍微改了一下 大家先忍耐一下 然后这个设置 我们会发现他是在 比如说我们访问我们的首页 访问我们的首页 然后审查原代码 他会在这个地方就有 这个地方就有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仕图 做了这样的处理吗 index里面 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传 那个什么meta keywords 这些东西给他传进去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他就是通过我们将构的一个叫做 全局上下文管理器 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实现的 然后这个东西要做 首先是要做一个配置 context context processor 我们就是在template 这个模板的配置里面 有option option里面有一个上下文管理器 上下文管理器当中 我们这里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加了这个shopsys Utels context processor shopsys 这个呢是一个函数的路径 这个这里的shopsys呢 是一个函数 好我们来找到这个路径 就是这里的utels 然后对应的context processor 然后对应的一个shopsys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打开这个文件夹以后 我们会发现他直接就return了一个字典 return了一个字典 里面就包含了active categories 然后site name meta keywords 然后meta description 以及request 然后这里面存放的这些变量 这个变量呢就是从这个settings里面取过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里面配置的context processor 它里面返回的这个字典 就会作为我们模板的一个上下文 相当于是作为模板的那个变面变量的一部分 而且是全局可用的 是在每一个页面上都可以使用这些东西的 也是默认的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views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 这个page title 这里自己我们定义了一个page title 对吧 这里我们也写了page title 是把它给覆盖了的 然后这里的meta keywords和description也是给它覆盖了的 那么它就不再去使用我们全局的那个meta keywords page title这些变量了 而是使用当前我们这里的local 就相当于是变量覆盖 这个是将那个python里面最基础的一些内容了 然后讲到这里呢 我们如何去制作一个动态的模板 就讲到这个地方 在我们下面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大家还将继续忍受非常丑陋的这个页面啊 非常丑陋的这个页面 然后我会把我的代码呢 提交到那个github上面去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代码 有什么疑问呢 也可以在那个github上面可以直接提问 然后 然后大家也可以 我建了一个啊 也就是这个shopsys这个啊 现在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分支 叫做feature catalog 这个分支 待会呢我会把更新的代码给更新上去 然后我还建了一个叫做rgjungle的一个组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那个组里面去 加到那个组里面去呢 然后去写你们自己的代码 然后可以构建一个你们自己的jungle项目 然后有任何问题呢 就可以叫我帮忙给你看 那你就直接说啊 在我的github上面某个仓库 然后哪个文件哪一行有什么问题 不懂的 或者说那里遇到了麻烦啊 我就可以来看了 然后帮你解答 就直接在上面作为评论啊 这样子效率会大大的提高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这样子效率 那我们的不容忍 你不过 感谢观看